我覺得那天算是我們最代表性的表演 所以我覺得那天順利完成表演 我其實自己是很為我們團隊開心的 然後就是希望這個 這一集播出之後 大家會對人也要盡力改觀 NOW NEWS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是TWIN COLOR BLACK 我是莉安 我是瑞雪 MING COLOR BLACK 基本上在過程中不會覺得時間過那麼快 可是我覺得錄完當下就有一種 喔 這三個月就這樣過去了耶 這樣的那種感慨的心情 對 就我是有點片感傷啦 就有毛 呃 妳有哭嗎 沒有吧 沒有 對沒有哭 但就是心裡會覺得有點 呃哪裡怪怪的感覺 對 我自己蠻 當天我其實蠻快樂的 因為我覺得在那天我們 算是為黑曜精靈做了一個 最代表性的一個舞台 我覺得那天算是我們最代表性的表演 所以我覺得那天順利完成表演 我其實自己是很為我們團隊開心的 然後就是希望這個 這一集播出之後 大家會對於黑曜精靈該關 對然後 尤其是當天過5月12點 剛好是我的生日 所以大家就為我上生日快樂歌 所以我覺得 啊快樂 對 我覺得我自己成長最多的 應該是面對鏡頭的從容感 以及因為在錄節目的時候 也會有不同的鏡頭在前方 所以我覺得能夠更快的 catch到說 欸今天是哪個鏡頭在錄 然後去抓那個鏡頭 對因為通常比較不會有這麼多的機會 所以會可以接觸到一次可能7顆以上的鏡頭 面對整個鏡頭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算是面對舞台的充容度 以及自然度 跟就是 比較不會這麼害怕跟鏡頭 對跟 我覺得也跟其他人學習到了更多不同的表演方式 然後也突破了自己的那個 自己的那一段 我呢 我覺得是 我覺得我變得比較勇敢一點 因為 我是一個 蠻 算太深的人 就不太敢表現自己 可是我覺得經過 這一次 就這三個月 我覺得我越來越能夠在台上表現自己 然後我也覺得就越來越有自信 我覺得是一個新的開始 也是 我給我自己的算是一個新的開始 就我覺得 就是一個從零開始起步嘛 就是開始慢慢累積 但我覺得 我那時候心態比較像是 好 那我把我之前發生過的事情 當作一個學習 然後把我那時候的學習經驗 帶來這邊再讓我的經驗變得更豐富 比較像是這樣 那 那 就是這一路來的 遇到什麼時候 你們都是想要 有沒有猛發想要放棄的事情 沒有放棄 但我覺得一定有 挫折抵操的時間 對就是 我們那時候 去年吧 我們大概有一年 就是Persix沒有在發新歌 然後我們就大概一年的口放棄 然後那時候就會覺得說 嗯 選這條路當時是對的嗎 因為我那時候為了選演演藝圈 放棄了我在國外的選演這樣 所以 然後我身邊的朋友 有都是出國旅行 所以很多人在國外 就會有很多的offer啊 但我就覺得說 那我現在台灣 我什麼都好像一無所有的感覺 我會不會選錯路了 就是 那時候可能會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還是想說不行 就是 自己真的很喜歡做這一行 然後也很喜歡唱歌跳舞 所以就是希望有機會 還是可以繼續做這一行